小兽第三轮会换上效应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九成的心态出现问题 无法跟其他选手配合 第二个原因则是小兽想用四宝一战术 本身这套被小兽认为是落后战术 现在他继续拿来用估计也是一个无奈之举 毕竟近期选手的状态太差了 特别是艾斯闪现躲到伊诺后面 不帮他扛伤害这离谱操作直接被玩家喷上了热搜 就连小兽赛后都帮他解释可能是手滑或者点错 AG以前用宝诺战术确实是帮助队伍连续几个赛季都成为了霸主 只是那时候伊诺是玩的也设 自然大家都要以他为核心 不过后面伊诺玩一些也和英雄有点力不从心 比如他的镜当时被玩家评为联盟醉菜的镜 不会用镜像探视野 之后伊诺就开始固定玩射手 由初晨打野带队赢比赛常规赛依旧是无敌 但最终还是转换了战术思路 这也就是艾斯能再次重回首发的原因 不过这赛季过后艾斯跟伊诺都有可能被换掉 艾斯本来就是保护型辅助 这赛季后期他用出进攻型辅助的胜率特别低 而且他的鬼骨子操作变形 加上这次闪现让伊诺扛伤害 很多玩家都建议让6.6上场 至少他保伊诺的能力肯定不差 只是6.6本来就没有在大名单上面 现在上场要跟其他队友磨合 时间上面肯定不够 而且看小兽的意思就不会换辅助 很明显ag这赛季别想拿到好成绩 小兽离卸任不远了月光可能会再次回归 月光直较期间 做得最错的事情就是花了2000万买九成跟猫神 其他时候他带队的成绩都不算太差 不过这两位选手也为ag做出了一些贡献 猫神除了刚上场用鲁班大师出现操作失误外 后面的表现也是越来越好 反之艾斯现在是保护跟进攻都做不好 特别是现版本进攻变得很重要 不太明白小兽为什么一直不考虑换上猫神 估计是换上猫神要重新布置战术 没办法才会选择一条路走到黑吧 不太带了 不太带了